好 来关注到新闻方面 首先来看到的是根据了一些华人咨询网的记者 GJ在12月19日的报道 蒙特利公园市的广东酒楼明流山庄 在当地时间19日的早上发生了火灾 消防员正在现场铺救 而一名消防员也在行动当中受伤 住在明流山庄附近的Montray Park的居民 Daniel就表示大概是在早上的9点前5分钟 他听到了有直升机的警报声 想了很多次然后就走下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发现这个餐厅起火了 有几辆消防局的消防车 包括Hambra消防局的车也都到现场进行铺救 记者也是在现场看到在9点30分左右 现场火光冲天黑烟滚滚 现场有大概9辆的消防车两辆救护车 还有10多位的消防员以及盟市警局派出的 两辆警车以及警员在现场进行支援 而直升机也是在上空盘旋 消防员还架起了两条云梯还有两条水喉 从餐厅的顶部进行喷水 有至少9到10名的消防员穿着防火设备 戴着氧气筒面罩在酒楼外面等候 而在浓烟大幅度减少的时候 有些站在这个酒楼外面的消防员 就拉着水袋进入到了酒楼之中 那么盲却怕市的消防局的局长马修哈洛克就表示 在今天早上的8点刚过 他们就在多家消防局的协助下对商业建筑的火灾做出了反应 而且是扑灭了这场大火 同时也表示到大火是从厨房开始的延烧到了阁楼 扑灭这场大火的时间也比平时更长 大概30分钟以后将火扑灭并没有民众受伤 有一名消防员受了轻伤 被送往了当地医院 目前正在接受评估 那现场可能也有超过40名的消防员 那对此盲市警局也是协助了消防局进行了交通管制 警局呢也可能派出了6个人左右 那哈洛克表示目前还并没有和店主取得联系 但是会在进行调查的时候跟他们进行对话 从Atlantic Blovert向南走的汽车 是需要在Alberto路右转 警察内是在现场指挥着交通 暂时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